好久不见,孩子们 约瑟夫局长 啊,我们想死你了 你终于被刑满释放了嘛 你可别乱说啊 我杀时去受刑了 我只是三个月的义务社会劳动结束了 还正好就赶上你们升学了 哎,那约瑟夫局长 你的局长职位呢 哎,别说了 我为期一个月的停职才刚刚开始 所以,这个月 你们就不要叫我局长了 叫我 约美人 约老 好的,约老头 嗯 叫我约老师啊,你这混蛋 你难道就不帮你听着这一个月 有人窜位吗 哼,开玩笑 小爷我是谁啊 你说错了,你是大爷 别插嘴,先听我说 我从一个月前就接到消息 说是杀杀杀女王要来视察民庆 想要来当个教育局长来了解百姓 真是可笑 还真当这个职位 是想当就能当的 我总感觉他在立FLAG啊 噓,别让他听见了 总之,等这个月熬过去 就能继续过上局长的生活了 到时候,那个想窜位的野丫头 就让他拿凉快拿呆着去吧 熬过去,你要怎么熬 很简单啊 找份兼职不就行了 你自己不是开了一家中生餐馆吗 还好意思跟我提 自从你们八年前各种捣乱投诉乱与差评之后 我的餐馆就没人光临了 到现在,我亏得钱都还没挣回来 那你想要找什么样的坚持 要钱多点的,最低要求约入一万 嗯,这个可以哦 然后要离家近 事情上,领导好,上班时间自由 想什么时候上班,就什么时候上班 你脑子进去啦 要是有这样的工作,还能轮得搭你 给我有点叉识啊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想想下 这样的工作,的确有啊 啊,真的有吗 当然啦,而且特别适合你 是啥 当牛郎 原来约束缚局长梦想是当牛郎 我要在网上曝光你 震惊,某师家喻局局长 因犯错被停职 重新改造后,竟然想要躺着挣钱 别随便给我造谣啊 约束缚局长,其实你不用去找兼职的 你可以,自己创业啊 创业,做啥 你会PS吗 会 你会骗人吗 也会 太棒了,那你就可以去当深优主播了呀 深优主播,听起来好像不错 可是,这跟PS的片,有啥关系 因为你会这两样的话 剩下就只需要搞怪,唱歌,以及 不露脸 这样就可以了 还不行,你还得取名叫约束缚殿下 傻意思 意思是,取了这个名字 你就会有一个死忠粉 给你刷十万块钱的礼物了 这么一来,你赔给杰克老师医药费 不就赚回来了吗 那为啥要叫约束缚殿下 因为,你就是六十多岁的老头子 变成了坦克主播呀 给我滚啊 你这不愿意,那不愿意的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能赚到钱啦 傻办法,快说 找富婆 不愿意的 不愿意的